本港失业率进一步攀升,在创近17年高位,政府统计处公布,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7%升至7.2% 为2004年以来最高,差过市场预期的7.1%,失业人数增加约8300人,达26.1万人,同期,就业不足率由3.8%增至4.4% 为2003年沙市后最差的纪录,就业不足人数再添约6400人,至15.4万人。分析预期,失业率在3月才会见顶。当疫情受控及恢复通关,失业率似有望回落。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间,大多数主要行业的失业率,不经贵节性调整,均建上升,按行业分析, 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,即零售,住宿及善食服务业,合计的失业率仍然高企于11.1%,但较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下降0.2个百分点。 其中,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由14.7%降至14.1%,零售业失业率则从8.9%升至9.1%, 其他行业的失业情况也恶化,尤其严重的是进出口贸易业,由正及速递活动业,教育业,而艺术,娱乐及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更由10.4%至12.9%。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智光表示,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劳工市场显著受压, 为随着疫情改善,较后时间的市况已趋向稳定, 失业率不经贵至性调整,升0.3个百分点,至6.8%,同时总就业人数较上一个期间减少0.6%至361万人。 由于疫情尚未完全受控,加上访港旅游处于冰封状态, 相信就业情况在短期内迎面对挑战,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展开, 疫情的威胁企可逐步减退,有助舒缓即场压力, 对于餐饮业失业率回落至14.1%.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,2月中旬放宽社交距离措施, 由两人一台放宽至四人一台,食肆营业时间可延长至晚上10时, 食肆要维持人手,故失业率暂时回落,为3月至5月是餐饮业的淡季, 而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4.0级与餐饮业的资助计划完结, 同业经营困难,他担心因疫情关系,政府会在收紧食肆的限制, 届时餐饮业失业率恐回升至去年11月至今年1月6得的14.7%高水平。 星子银行经济研究部经济师谢家希预料,失业率在3月会见顶, 若疫情本月受控,6月有望通关带动人流,失业率有机会回落。 第三季下降速度较快,年底或跌至5.8%。 工联会权益委员会主任唐庚耀称,疫情肆虐全球, 各国政府均在原有失业保障制度下加推购失业措施。 例如澳洲及爱尔兰分别为失业人士新增为期一年的。 新冠病毒补贴金及新冠疫情失业补助。 新加坡先后在2020年及2021年推出相关补贴。 认为港府有需要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援助失业措施以扩阔思维。 积极提供更多救济援助。 建议可即时发放紧急失业或停供现金津贴。 每月上限9000元。 为期六个月,并容许以个人名义申领终援。 以及提升再培训津贴至9000元。 感谢观看。